哈喽大家好,我是神秘皇后万里凯老师 很快又到我们每周星座运势的时间咯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本周有什么大的星象值得我们所关注的呢 首先这一周六月十三号土星行天王星 土星可是我们的业力之星哦 所以呢,它行天王星会带给我们这一年还蛮大的一个影响 会让我们以往过往的所作所为 造成现在或未来的一些选择上面的压力 跟心情上面比较沉重 跟觉得会比较纠结的状况会一直出现 那伴随着水逆一起来就会很容易有卡在现况 有办法动弹的一个迷惘状况咯 再来是六月二十号木星进入逆行咯 所以啊,我们现在大环境的能量是 木星、水星、土星、冥王星都进入逆行了 这代表什么呢? 这意味着宇宙叫我们要暂停我们的脚步了 它已经慢下来了 这个时间点是要我们去反思 当下我们的过去是不是所作所为跟我们的内心 需不需要有一个暂停停下来的时间 看看自己想想过去呢 是一个很需要平静跟反思的时间哦 这个时候会呈现很多情绪上面波澜或迷惘困或恐惧的状态 建议这个时间点也是放松自己 不要急着找答案 让自己先平静下来 慢慢来的一个心向能量哦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好好的去修行自己 那我们度过这个疫情之后呢 一切都会更明朗化的 大家一起加油咯 那再来就是看我们个别十二星座的运势部分啦 首先是我们的火象星座 那母羊狮子射手的朋友 那工作运势上面呢 你可能会很容易一直去想到过往 或者是一直处理不好的事情卡住纠结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做不好 切勿陷在这个状况好吗 那再来就是感情的部分 其实这个这一周很适合做一些家庭的生活 在家里可能陪伴亲子啊 或者是陪伴另一半啊 我觉得轻松的过这一周对你来说 能量上面也会比较稳定 再来健康部分咯 其实这个礼拜还算蛮神经济爽的 其实也好好可以锻炼自己 多做一些运动 对火象星座来说是蛮好的 还蛮抒发自己内心的 那再来就是小叮咛啦 我们母羊座的朋友 建议你是用心在工作上之余 但是也要顾到另一半的心情跟感情啦 可能太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了 再来是狮子座的朋友啦 那可以好好地把握家庭课题 是狮子座最近的一个功课 那如果掌握得好的话 一切就会比较顺利地推动的 再来就是我们的射手座的朋友啦 金钱课题也是一直最近的状况啦 所以建议你订定好的目标收支 要明确地可能做记账啊 或者是控制跟管理 比较不会有一些破财漏财的状况出现 好再来是我们的风向星座的朋友 风向星座就是我们天平双子水平啦 工作的部分呢是脚踏实地地去评估 目前的工作的能力目标跟状态 其实是一个暂停的时间 那好好地去规划一下 设一下计划是蛮好的一个能量 再来感情的部分啦 容易在旧友的关系 会有个卡关纠结犹豫 没有办法放下 所以内心还是一直呈现着 一个反复跟焦虑的一个状况出现哦 再来这个礼拜很需要注意 情绪管理很容易上下起伏 或者是内心会有一些纠结恐惧 所以会可能会失眠睡不好 免疫力会降低 要稍微留意一下哦 个别星座小丁宁 那天平座的朋友 如果有目标跟方向的话呢 我觉得就可以放手去做好吗 不要去太过犹豫跟迟疑 再来双子座的朋友 可以多增进一下感情的互动跟交流 再来就是水平座啦 小丁宁我觉得要定定明确的目标 然后落实地去执行 但是过程切勿太过 会过度的冷静理智啦 可能会身边的人会有一些意见跟想法 可能对你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哦 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就是我们土香星座的朋友啦 那金牛处女摩羯座的朋友 工作运势上面会有踏实的成就 其实这一周感觉会蛮良好的 一切的流程会循序渐进的在进行 那感情的部分啦 感情上面如果有伴的朋友 可能会暂时有一些卡关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或者是会容易有一些意见不合的状况 会在这周容易导致问题的发生产生哦 再来健康的部分呢 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饮食跟作息的部分 调整一下心情的频率跟情绪 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哦 歌别军座的小丁宁 金牛是需要找回对感情的信心跟耐心 好不好 不要去失落或想太多 再来处女座的朋友 不要过度的固守自己的一个传统的观念 或者是不愿意去变通跟沟通 稍微留意一下哦 摩羯座的朋友 需要去探索跟了解人生不圆满性的一个道理 那需要去知足 你才能去满足于当下的现状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水下星座的朋友 巨蝎天蝎双鱼座的朋友 工作上面注意合作合伙的部分的一些交流 可能会有沟通不良意见不合 或者是甚至会有一些拆伙的状况出现哦 感情的部分啦 把握身边的新感情的机会 那如果有一些旧感情想要复合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去沟通一下哦 再来就是健康的部分 我觉得内心失落跟焦虑 可能容易让水下星座的人情绪真的很不安 那很没有安全感 建议是需要去调试一下自己的情绪状况 OK 小丁宁巨蝎座 勇敢的断舌离 那会有新的动力跟勇气往前走的哦 再来就是天蝎座的朋友 可以从目前的困境中走出来 只要心态改变 一切就会越来越好的 再来就是我们双鱼座的朋友咯 我觉得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不要过度的争吟 或者是得理不饶人 其实会让你的人际关系会更和平的哦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新座运事哦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